调降公民权将现行投票权的规定由20岁降为18岁 和了好几年如今终于有进展 立法院收宪委员会在1月22号已经把18岁公民权送出委员会 而预计开议后第一个优先处理的就是收宪 最快二月底就能在院会表决 台湾现在是全世界所有民主国家中后 唯一还没有把所谓公民权利下降至18岁的这个国家 其实台湾即将进入所谓的这个超高龄社会 我们在人口结构上也相当的不平衡 所以我们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参与这个公共事务的决策 这是必要而且也是必须的 18岁的公民权是势在必行 这也是世界的潮流跟趋势 我们也都乐观其成 但是重点在于是这次修宪知识体大 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 动一法而动全身 也因此当然要好好的个别讨论 而且不设任何的前提 其实不只是公民权 包括说不在即投票 以及包括我们强调的动保路线等等的议题 也都是非常关注的 堪称最受瞩目 也最具共事的修宪内容 尤其长年来的两大关卡 包括修宪的门槛之高 以及社会广泛的年龄歧视 都衍生出世代正义矛盾 而其实台湾的刑法 早已将完全行为能力降为18岁 若这回收线将投票权下收顺利完成 未来包括民法与相关法规 势必都会将18岁定为公权与私权 都完全行为能力的一致性情况 打破年龄刻板印象 网路资讯的发达 与开放的公共参与 都在推进民主化的进程 若18岁公民权 能在年底顺利通过 人民复决通过 目前16、17 以及部分18岁的青年 大约89万多人 就可以在2024年总统大选 投下审胜的一票 只不过牵动选战敏感时刻 也掀起政党利益算盘阴谋论 其实是有政党政治的考虑 选举政治的考虑 对于不同的政党来说 这个冲击其实会 影响其实会不一样 我觉得这也考验不同的政党 他们必须要努力向下去 经营比较年轻的这些选民 而不是维护原来比较老年政治的这种思维 长期来说我认为还是正面的 这不是有一些政治的考量 比方说年轻人的偏好 他为了要胜选 为了要有比较多的支持 扩大投票的人群 这个理由看起来很震荡 但是背后是不是有更多人可以支持 完整应有的权利 实现更多参与的目标 随着修宪的脚步 年满18岁就能参与政治的共识蓝图 整一步步实现中 TV新闻何佳阳成为越台北采访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